哈喽大家好,我是刘亦,今天我们做到家常豆腐 家常豆腐非常下饭的菜 首先把豆腐切成大小均匀的块 先把豆腐打成三角形 然后再来切成稍微厚点的片 准备点泡好的沫 切点尖椒块 再切红辣椒 配个颜色 再切点蒜片 再切点姜片 再切点葱对 准备好,开炒 起锅烧油,油温适成 下入豆腐 我开中火,慢慢的炸 少煮前面,配动一下 做家常豆腐,不要选择老豆腐 这样的豆腐更香 然后炸至微微发黄 炸飘起来就可以倒出控油 锅里有少许的油 下五花肉片扁香 扁出油脂,下入葱姜蒜 炒出香味 下入豆瓣酱,炒出颜色,炒出香味 下入料酒炒香 放入生抽炒香 加入青红尖椒块,木耳炒香 加入适量的水 下入炸好的豆腐 放入少许的盐,鸡精味精和白糖 然后开中火,烧至入味 烧至两分钟,用水淀粉搁搁芡 这样更发味 这样更发味 最后放入葱炖 翻炒淋淋 煮炒,煮煮煮煮煮煮煮 放入盆中 鸭肠豆腐就做好了 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吃什么做什么的 就关注我 美食天天更新 关注西瓜视频 美食留意 这里总有你喜欢的美食的做法 感谢大家的支持